第一次R35 大家好,各位人工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做安装時報分享的這一種是 第一次的R35 因為做是空座的現場 所以背景中心會稍微調一點點 這台是R35 這台的原廠全屏是 前面的话是一般弹簧式的 后面的话是气压悬吊 所以要把后面的悬吊呢 气压悬吊把它背取 那前面的部分我们已经装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话 它的前面算是一个双A背的悬吊系统 那它本来这台车呢 有的是做弹簧式的 有的是做气压式的 那在台湾的版本 比较多呢 都是前面是弹簧式的 所以我们一样是维持弹簧式的悬吊系统 它的底盘架构呢 比较特殊 这台的车重呢 很重 大概有两千三百公斤左右 两千到两千三百公斤 所以它的车重很重 那前面的话呢 我们所配置的弹簧呢 是两百长十四公斤 它的是双A背的悬吊系统 它的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理载串的固定点 这个的话固定的位置呢 都是跟原厂一样在这个地方 那另外一边呢还没有装好 所以呢这个还等待所附当中 目前的话前面只有施工到一半 前面的上座的话呢 从镜头往上拍 这个地方有一个蓝色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附的上座 所以前面的上座呢 KT就有附了 后面的上座 等一下跟大家介绍 后面的话是要沿用原厂 后面的话是沿用原厂 那它的高低 还有软硬呢 都是能调整的 它的高低调整呢 是从这个地方 齿轮状的托板 把它旋松之后 它的长度往上延伸 就是蓝色的脚管的往下延伸 它的整体长度变长 车高就会变高 那缩短的话呢 车高就会变低 因为这一台车的 它的铝圈尺寸呢 已经加大了不少 目前的话是加大到20寸 20寸啊 我看一下规格 有点忘记了 2754520 两个线头来这边看一下 对外面 对外面光 这里这个是加大到275 2754520的规格 所以它的本来 原来的前面的高度呢 就已经稍微较低了 前面的话 你看一下 它前面的话 大概是30寸 那如果一般正常的规格 比如说原厂18寸的话 前面的话 大概会有40寸左右 预计了 预计等一下降低呢 后面的话会降低 大概到30半 前面的话降低 大概剩下30寸左右 就是略比原厂降低 大概一直到一只半的幅度 所以等一下车高的话也会降低 那前面悬吊系统只是比较难拆装而已 那它的是双A悬吊的 所以没有比较特别的地方 但是有一个地方是 它的车高呢 原厂还是会有侦测的系统 所以车高的部分的话 要特别注意 它的车高有一个固定的Sensor 那这个Sensor呢 需要 需要 跟后面一样 都需要把它 予以固定 让它原厂的读取的讯号呢 读取起来 就是像原厂的车高一样 等一下在仪表的地方呢 才不会亮一场的状况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它前面的上座好了 前面的上座呢 算是一个密封的结构 所以上座的话呢 是在这个地方 它有几克洛丝 可是这个角度呢 不太有办法看得到 那它的调整阻尼呢 它本来这里的话 是有一个 如果是气压式的 这里会有一个开孔 可以把原厂打气的那个孔 从这个地方穿出来 所以阻尼调整呢 这些都不用拆 前面的话呢 需要把一些试盖把它拆掉 从这个地方呢 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 这个地方可以碰得到 阻尼的旋钮 从这里就能够做阻尼的调整 这是前面的部分 那用料的部分 我们KT所使用的阻尼油呢 是用意大利IP的阻尼油 油风的话呢 是用日本NOK的油风 那这台车呢 它的前面是双A的悬吊 所以它前面是没有使用轴绳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悬吊系统 这个是它原来的悬吊架构 它的后面呢 本来是一个气囊的结构 这个是下方 下方的话呢 它有一个砍住原厂固定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固定点 那这个才是上方 它本来上方呢 现在已经装好了 等一下镜头再拍给大家看 它的上方呢 本来还有一块橡皮 有四个洞要砍住这里的 所以这个是本来的 是气囊结构 这个气囊呢 车主的话有刚换过 最主要今天车主升级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本来气压的悬吊系统 算是非常的舒适 那这么大型的房车 它乘客起来 比如说在开山路的时候 会让后座的乘客觉得会晕车 所以它主要是要想要 这个都还没有坏掉 最主要是要把原厂的 操控性能在做提升 所以才会改成坏黄式的 那主要的话 改成我们KT的 就变成是提升 从这个地方呢 也能够做软硬的调整 这个是原厂的哦 这是原厂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 改装之后的状况 它有一些要特别安装的剪较 从这个地方呢 能看得到的 这个是刚刚说到的 它有一个橡皮呢 是在原厂橡皮是砍住的 这个黑色的手指头指的这个地方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所开发给这一台气压专用的转接座 那这个橡皮键呢 这个就是原厂的零件了 所以如果有业内的 我们知道有很多业内的都一起参考我们的直播影片 那可以参考这样的做法 因为这个也做过修正了 譬如说呢 我们一开始做这一台R卡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做呢 是要叫原厂的零件 结果这个原厂零件 它是有很多的垫片 可以分别调整车高的 那那个零件的话需要得定 一般的我们材料行 德系车材料行 它没有卖这个零件 所以那个零件的话 左边跟右边两个 我记得就好像大概六到七千多块钱 而且施工起来的话 是比较简便 可是变成车主 它需要多花 它如果要改变性的话 都需要外花这些费用 比较不划算 所以我们有做了这个转接座 那这个橡皮呢 原厂也应该很便宜 大概一块大概五到八百块左右而已吧 所以像这样的组合呢 就能做出很完美的改双层弹簧的形式 那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调整机构 这个一般我们叫Hiloki 这个Hiloki呢 最主要的用意呢 就是在调整车高 从这个地方呢 能调整车高 所以它的上方转接座 这个是我们为了这台车 还有公用的车种 还有宾式的ML系列 还有M系列 都是像类似这样的架构 那它的后全吊系统呢 其实大部分呢 大部分都还是以气压为主 那也有一些呢 像是这几台车呢 都有后面也有弹簧的架构 所以今天最主要的功能呢 就是把它原来的气压机构 把它废除改成弹簧式的 那台湾式算是一劳永逸 不会大概寿命只有两年 这个寿命就还蛮长的 那这一台车特别特别安装的技巧呢 就是在后面它有一个侧高 水平的感应吊架 在这个地方 拍得到吗 这个地方呢 这个是它后侧高的水平感应吊架 那最主要呢 需要把它的这个气囊 这个是打气的气囊 冲气口 这个直接排除 直接拉拔出来就可以了 那这个的水平感应吊架呢 需要这里有一个吊架 我们拆下来的 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们 它本来呢 跟这个吊架呢 是串联在一起的 但是我们把它拆开之后呢 的用意呢 就是要骗它原厂的讯号 让它不要感应出 我们改了避震器 然后觉得车高有异常 所以就是可以用固定的方式呢 固定到适当的高度 就可以 原厂就可以不用再 进去ECU里面把它编成 所以这个是我们改装的方式 那业内的话 很多业内的朋友都有在看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 来把它的讯号呢 把它片除 这样子 很简便 而且不会有故障嘛 它的后避震器的话呢 就在这个地方 它的后桶真的结构很特殊 它是一个 一个模字形的角座 那角座的话 下方有一个直壁 它的上方呢 因为要把四毯拆开 才可以拍得到 所以这个四毯拆开之后呢 就可以看得到 上做两颗螺丝 而且这个螺丝会比较麻烦 因为需要拆内双 之后才有办法 把避震器拆除 所以要后面的话呢 又是密封式的 所以它要调整阻力上呢 就会稍微 会比较麻烦一些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们都会固定调到 适合的段数 再让车主去做试开 这是后面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内装好 内装的话 在拆装呢 就会稍微 稍微耗熟一点点 需要把它的两个试盖拆开 那为什么要拆这么多的零件呢 因为最主要呢 它的避震器上座啊 就藏在这个地方 所以需要把它的试盖呢 稍微掀开之后 才有办法拆得到 上座的两颗螺丝 所以你看镜头 从这边 还要拆蛮多东西的 这些东西呢 都需要拆开之后 而且冰式的车的主张 其实还蛮扎实的 它有一些隔音材也好 还有隔音棉 都做得很棒 所以这台车呢 如果要拆后避震器呢 要拆这些东西呢 才有办法拆得到 后避震器的上座 很快 那前面的避震器呢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前面的避震器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这是前面的避震器 前面的避震器呢 它就是双A的全吊系统 这个就是刚刚说的 它有一个 呃那个理载钻 跟房间杆连接的固定孔 它很相当的粗壮 所以这个厚度呢 我們都有做的特別特別的夾厚 那這個開剎的結構呢 就是要閃傳動走的 恰方本來這台車是RK4四輪驅動 所以它前方的話是有傳動走 下方的話呢就是要閃傳動走的結構 那它的避震器上座在這裡 這是原廠的避震器上座 所以這個架構啊 我們就都有附了 不用再沿用原廠的這些零件 所以這個是彈簧式的 這台車剛剛有提到過啦 前面有的也有選配的是氣囊結構 但是大部分台灣的版本 有絕大部分的前面大部分都是配上彈簧式的傳統避震器 後方的話呢幾乎啦 幾乎都是氣囊式的 那這台車前方其實不太會有問題 所以前方的話呢避震器還蠻耐用的 最主要是後方的氣囊結構呢 它的送命大概都只有兩年到兩年多一點點 所以一般來說呢 這台車最主要要更換的就是後方的氣囊結構 這是前方的車高 前方的車高的話 等一下會大概剩下30個左右 後方的話呢 就會剩下大概30到30半左右 那這台車試工的時間都會稍微比較久了 一般都要大概三到四個多小時 所以試工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當然啦 這個歐系車都會比一般的日系車還要來的拆裝的都還要來的耗時 那最主要呢 是還是要廢除掉它原廠的氣壓的懸吊系統 還有需要的做的工作呢 就是把它的 顧障碼把它排除 這台是R卡 應該是06吧 06到17年 這台車發行的年份還蠻久的 動力最大的版本應該是叫R63 這個旅圈不是原廠的 但是是賓士AMG的另外一個型號的旅圈 這個是把它改裝成20吋的 這個車的紙碼比較大 所以改裝之後的視覺效果就會好很多 這台車我在路上有看過最小的應該是17吋的吧 但原廠應該是18吋比較多 改到20吋再降低車身之後的整個視覺效果 就都非常非常霸氣 哈囉 梓傑你好 炫翰你好 這台車我們好像沒有開過直播耶 所以就剛好有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今天跟昨天剛好兩台車都是賓士 昨天是W220 也是氣壓懸吊 所以W220反倒是我們銷售BG7 近期裡面應該算是前六名前七名左右 因為賓士W220的氣壓懸吊系統 它對氣囊還是有一個壽命在 所以一般來說 左邊壞掉了 那右邊可能沒多久又壞掉了 所以現在的維修費用其實比以前廉價很多了 現在一直的話大概不到兩萬塊 但是壽命上還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很多的車友呢 都有把它改成彈簧式的 國外也是一樣 昨天的我們來參觀的 國外的客人也是試乘了W220之後 就覺得有滿意了 但是市場上很多的改裝其他的 國外也好他的改裝的 氣壓懸吊系統廢除之後改彈簧式的 會遇到最大的困擾呢 就是彈簧他沒有做出氣壓應該 或者是行程沒有做出氣壓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所以一般市場上的有改裝過的通常會不是很好的評價 但是我們KT針對這些氣壓的懸吊系統 都有特別把行程 避任器作動的行程也好 或者是阻鈴也好 甚至彈簧的長度也好 都有做專用的設計 所以在舒適度上的話呢 會好很多 那有機會的話呢 我們都有試乘車 像昨天的W220還特別安排了 同款車讓客人來做試乘 所以如果有需要做試乘呢 千萬不用客氣 再請跟我們聯絡 OK那以上是今天W251R350R卡的安裝直播分享 如果有問題呢 歡迎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那今天的直播呢 因為一直在施工 所以背景聲會比較少 請大家見諒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掰掰 謝謝大家